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叫做施佳希 施佳希 一位爱好唱歌的小姑娘 因音色的特别和对音乐超强的感知 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拥有粉丝无数 这次主持人专程赶往她现在的居住地 山东日照 为的就是寻找到她 这也太难了吧 目前我也只知道两个线索 第一 名叫施佳希 第二 目前居住在日照 怎么办呢 好多人啊 够机智 去问问她们 Let's go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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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我想问问 你听说过施佳希这个小姑娘吗 施佳希 你听说过施佳希吗 几番大厅并没有什么线索 主持人决定换个地方换个方式 带着施佳希视频来问问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个视频当中这个小姑娘你见过吗 她叫施佳希 在抖音厂见过 不能找到她 好像应该在我们这边有个小石头音乐培训机构吧 应该在那边能找到 那个机构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新市区附近 华润之地 对对对 华润之地 在四七楼 根据路人提供的线索 我们慢慢地找到了施佳希学习唱歌的地方 小石头和孩子们音乐研发中心 那就是这里了对不对 我们进去看一看 走进小石头和孩子们的音乐教室 我们发现这里有一群爱唱歌的孩子们 他们有着被天使吻过的嗓音 小小年纪就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音乐天分 当然还有一位备受孩子喜爱 幽默搞怪的石头老师 同时我们的镜头也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我找到了 我想找的这位女主角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施佳希 对就是你 她就是施佳希 十二岁 四川人 从小在深冬长大 我觉得你身上可能哪些特点是我们找到你的原因 比较像男人 比较像男人 佳希姐特别的豪爽 非常的直帅 非常的开朗 不听施佳希的音乐 见到她本人第一面 开朗的性格是她的标志 这一点石头老师深有体会 情长很低 不会说话 怎么会有这样的孩子 哎呀 说起来都是你 我看到歪人 过来说 石老师那是谁 我说这是你施佳 他说 你长那么丑 怎么会有女朋友 这是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跟我说的话 第一面 施佳希除了直爽的性格 让石头老师印象深刻以外 还有就是她的歌声 在音乐方面 就是在音乐素养方面 并不是很高 基本上音纯就没有什么音纯可言 基本上每个音都不在吊上 长得很清纯的小女孩 然后一开口 就这样的 小时候就知道自己声音比较 那个什么就是傻一点 我朋友也会说我是供下嗓之类的 就习惯了 因为朋友之前开完笑嘛 我已经可能说不定 心里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 沙哑的嗓音 曾令施佳希非常自卑 可石头老师听到她的声音后 却如获至宝 他的音色非常具有辨识度 别的孩子没有 再加上这个孩子的性格 就非常的这个 一般这种孩子 不太会说话的孩子 他的想象力都特别的好 非常有创造性 在石头老师的指导下 佳希独特的嗓音得到了发挥 也完成了很多精彩的作品 成为了魅力十足的小网红 除了佳希的音乐 令石老师感到非常骄傲 佳希的文化课也非常出色 佳希在班里 小学在班里也在前三名 现在上初中了 可能是前十名左右 一面忙于爱好 一面又要兼顾学习 在这两者之间 佳希总能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是有那些同学 就是可能说 他这个周日没有什么作业 但是既然 我觉得我比他们多 我能比他们多收获一些东西 就要比他们多付出一点时间 这是一部分的书 好多书都在我地里面 茶花女 第一只魔带以爱为灯 我看出这个各个方面的都有 年级前五十 冲呀 这是什么 没有没有 这是目标 十二岁的佳希 已经知道在学习中 为自己设立目标 努力实现它 因为父亲远在国外 母亲一人在国内照顾他们姐弟二人 作为姐姐的她 要更独立 你爸爸现在在哪儿啊 塔吉克斯坦 在这边 就是 这边 就是 在中东这一块 这儿 就是夏天的时候可能回来一个月多 然后冬天的时候 他们那边就 生意没有特别好的时候 他就可以多回来两三个月 其实我觉得在家里有时候 我依靠他还多一些 他会照顾他弟弟 没有打闹的时候 但是多得他还是比较牵着他弟弟 在佳希的家中最为多见的还是他多年来获得的一些证书 奖杯 在旁人眼里这是无限的荣耀 可在母亲眼里 这些却包含了孩子太多的付出 有时候像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 关键是你要学习 你要有自己的爱好 你要把你的爱好再捡起来 我觉得是 你要付出的可能更多一些 你是手空拳来到人世间 我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 你成全歌之后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就是 感觉就是发现了自己身上的闪光点 是什么呀 就是 哇原来我还可以唱歌呀 可以唱歌 可以享受音乐 这是佳希最快乐的事情 也正是这些热爱音乐的孩子们 成为了石头老师教学的动力 热爱 平时工作累了 我听听孩子们的歌 看看孩子们的MV 哇 我就自己就特别的孤方自赏 那感觉啊 自己看到哎呀 我教出来的 太优秀了 他上期课就很疯狂 特别疯狂 然后就忘记时间 忘记吃饭 什么都可以忘记 每天熬 熬了两三点 早上六点钟就起床 小石头和孩子们的音乐教室全年无休 40多个孩子的学校 只有他们夫妻二人在执教 因为每一位来这里上课的学生 他们都想亲自看着他们的成长变化 可能可能别人看上去我特别累 因为那个从早上开始一旦开始上课 我中间是没有课间休息的 有时候甚至午饭都取消掉了 别省了我的步骤 别省了我的步骤 当然上课的时候我感觉不到 真的感觉不到 什么时候能感觉到累 就是最后一节课下完以后了 最后一节课上完 孩子说老师再见 往凳子上一坐 一下就觉得浑身好像就已经被卸光了的感觉 其实工作挺辛苦的 现在小石头和孩子们的音乐教室 爱好音乐的孩子们越来越多 来自全国各地 您是哪里的家长 我是林一的 来自哪里的家长 从安徽厨州 把自己休息的时间给我上课 然后有一次没吃晚饭 然后随后好像差点晕倒 等昨天的 等昨天的 我们走了 来 等昨天的 我们走了 对 让更多 佳西山的孩子能够 发掘出来 包括农村里面的 好多人喜欢花 他觉得跟花在一块很快乐 好多人喜欢养小宠 他觉得跟小狗小猫在一块很快乐 我就觉得跟孩子在一块很快乐 这种快乐是钱买不到的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 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 在那模糊的身边 那模糊的身旁 越奔跑 越渺小 越渺小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 再续被祝福后都走散 只是那个夜晚 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 长大以后 我只能奔跑 我多害怕 黑暗中跌倒 明天你好 盼着泪微笑 越美好 越害怕得到 这一次 呼 用笑着奔跑 一边去去 一边再去找 明天你好 想你多渺小 这一滴行我 勇敢是什么 我还是想你多渺小 你多渺小 都很渺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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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